念试你每次出的这种事 都是让我给你收拾摊子 然后这些都不算 这些都是小事 关键他这个人 我怀疑他有妄想症 严重的妄想症 哪有妄想症 女孩总而幻想不很正常吗 他是什么情况 就是有一天 我就看他在用电脑 做那个exile的表格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正在做什么呀 然后他就眼睛盯着屏幕 说了一句 我在定制怎么花500万 我说你什么时候有500万了 结果他怎么说 他说他昨天做梦 梦到了500万 正常有人梦到了 会把这个事 划手表格来解 怎么没有 那我就划算了 就安排怎么花吗 正常会安排 然后你说你安排就算了 你这个很搞笑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笑一笑 我就说 你能不能给我加一笔 把你这个计划里边 能不能给我加一个安排 然后你呢 马上就不乐意了 是加一个安排吗 我要是挣了500万 你管我要一个 450万的跑车 那我就赚那么点钱 你怎么不想想 你自己多赚点钱 从我的老头头的钱呢 大家听明白了 他说的是 我有500万 我还要给你拿出450万 他已经把这个事认为 不是钱不是赚不赚的问题 是你这个态度问题 你要把我所有的东西 都掏到你包里来 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哪里无中生有 我做了一个梦 确实这梦 真是存在的呀 对 真是存在的 因为一个无中生有的事 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事情 然后跟我吵了一架 吵了之后呢 怎么样 最后跟我冷战 就是直接不理我 人消失 然后就冷战三天之后 我没有办法了呀 那她是我女朋友 我当然要哄着她了 对吧 然后我就主动说 这个事情是我错了 然后解决方案是什么 是我把她的购物车 全部清空 我就是为了 让你长个教训 要比你以后 天天那么惹我生气 我这个教训是长了 钱包 我觉得她钱包 比我更长教训 正常来说 都是说谈钱伤感情嘛 对吧 我跟她在一块 是谈感情伤钱 每次都是 不管是她对我错 我对她错 还是怎样 反正哗里哗哨 最后操作一堆 就是我成人错误 然后把那个 她的购物车清了 然后这个事算完 对呀 那让你长教训 你就是不长 那你就活该呗 关键是你让我长教训 就算了 那你说你买这些东西 烂七八糟 花里糊哨的 哪件是有用的 买一大堆东西 哪件我没用上啊 她这个买 就正常女孩 都会买化妆品嘛 这可以理解 但她这特别离谱 她买同一种化妆品 要买20个型号 哪有你说这么夸张 我也不理解什么意思 还不夸张 我跟你说是 没有看过我们家客厅 那门一打开 就跟那个 百货商场一楼一样 你知道吧 那女孩爱美 就很正常 哪个女孩不爱美啊 你那不是爱美 你往那一坐 跟贵姐一样还爱美 你说你买这些化妆品 那行 是你爱美 算你爱美好 每个女孩都爱美 很正常 然后结果你 那你给我解释 你买那个大沙发 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人买东西 从来都不考虑 结果就是我喜欢 我想要 马上就得买 然后想一出试一套 沙发怎么了 我买的沙发很正常 你买那个大沙发 什么情况 是我买了之后 你没用上还怎么样 空买了吗 我想买 然后就买了 然后最后还是我 把这个东西 那你和我在一块 不是就是喜欢我 所以和我在一块吗 那我就算是傲娇一点 那你不是还是喜欢我 就是和我在一块吗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后来买那个大灯 是什么情况 大家都看我 灯怎么了 蝙蝠侠那个 召唤蝙蝠侠那个大灯 大概这么大吧 就往天上打的那个 然后她就买了一个 这么大大灯 一打开跟太阳一样 然后还散发热量 那我拍照 需要灯光来补 那会拍得更好看呢 别的女孩都有 那是客厅是百货中心 然后之后呢 卧室呢 你把窗帘一打开 就是那个导航的灯塔 那别人都有 我为什么不能买啊 我问一句啊 这钱都花谁的呀 都是我在花 没有 是我们钱放一块的 哪有钱花你的钱 基本上我们生活开销 是我来花 然后之后呢 她呢 是买她的那些用品的时候 是她先花她自己的 把她自己的花完之后呢 开始花她的信用卡 刷完她的信用卡呢 她就开始刷我的信用卡 之后把我的信用卡 刷得只剩六毛二了 然后之后 我连吃饭钱都没有 我就只能跟我的兄弟 接济一下 让他给我买点那个泡面什么的 然后我对付一下 结果呢 她不理解就算了 她丝毫不认为 我吃泡面 是因为她把我的钱花光了 反而觉得是我 她嘲笑我吃泡面 觉得我钱都用来吃了 那你长那么大 你平时吃的也不少 那我减肥 我吃的少 花不了那么多钱 是因为你把我的信用卡 花光了 才导致我没有吃 而不是我想吃泡面 哎呀 我第一次在这个节目 听到一个男人 这么卡拉卡拉的说 对呀 她平时就天天跟我讲道理 小事都要说成大事 好烦啊 不是我讲道理 是每次发生了事情之后 都要我来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之后 让我给她收拾这些烂摊子 什么事情 她都要被我安排好 就像个公主一样 然后也不能说她 今天女生是来分手的 对吧 对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是吧 就她总跟别人说 我有病 然后否定我 然后像管小孩一样 管着我嘛 就冬天要穿秋裤 要早上给我套上 然后我就买一个烤冷面嘛 这两小时都要问她 可不可以呀 可不可以买呀 这我要猜一句 这个事情她说的 又开始只说她自己的故事了 没有把整个事情描绘完全 她吧 自己说要减肥 不吃那些高热量食品 让我监督她 我如果不监督她呢 她又会跟我发脾气 发脾气我就又得 星空过五车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是不是应了她的要求 我就说不要吃这些鞭的 然后就见 她说她好久没有吃了 然后想吃一次 然后就怎么怎么样 才跟我商量 然后再说那些 其他的我管你又秋裤呀 这个事那个事 最后结果是 我是为了我自己好吗 我再问一句啊 就是你们相处四年 没有考虑过结婚吗 有考虑过 好几次了 我突然跟她说 明天大家立正上去吧 然后她呢 就一直喋喋不休说 说不行啊 这个不行 分析这个问题 分析到凌晨三点 然后我说行了行了 不说了 然后才罢休 通过我前面说这个事例 大家已经了解到了 她是一个想干嘛就干嘛 就想一出 是一套的一个人 然后呢 你说她说这个事 突然间有一天晚了 对 所以你也不敢娶她 对 我也不是 我不是不敢娶她 我是跟她分析 这个现实的情况 现在还不是时机嘛 什么时候是时机啊 现在你看 我们各方面都不太稳定 然后之后呢 她这个 我总觉得她稍微有点问题 心理上一直有 你总说我有问题 就是因为你这样否定我 她也有问题 你就放过她嘛 你就跟她分手 不就完了吗 我有再考虑 但是 你也别考虑了 姑娘今天不都提出来了吗 对啊 咱们今日是今日必 就把这首分了